最大的一個努力的配合的調整 以上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個更新書要不要說明一下 那個特別對七樓那件事情 他們一瓶歡一瓶到這些做法下 對都市更新這些 未來如果不這樣的話 都市更新會有影響 發展局這邊說明 因為事實上其實七層樓的部分 剛剛雖然捷運局檢報的時候 有提到一些獎勵的那個部分 這個1.5倍啦 2倍啦這些算法 那我們實際上用數字來跟各位委員做說明 就是七層樓這個公寓呢 它的基地面積是274平方公尺 它的法定容積率是225 它的現況容積率 就是在14容積率之前就已經蓋了 所以現況容積有350 那這個基地呢 它如果依照我們現在的都市更新條例的 這些相關規定 基本上它都市更新單元的這個劃定 它有一些的基本的規模 不管是2000或是1000 可是最最最最最起碼也還是要有500 所以其實它是不符合這個都更條例一般的狀況 那都更條例的這個對於圓融 帶於法融的部分 是有一個機制 就是我承認跟接受你的圓融 但是在給予你法融的0.3倍 所以如果以這個基地來說的話呢 最後的總容積上限是417.5 但是呢它其實是不符合這樣的條件 因為它連500都不到 那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我們的老舊公寓推出之後呢 所以呢很多人都會講說一瓶換一瓶 那基本上我們的一瓶換一瓶它還是有條件 要嘛你要是一個完整結局 或是有2000平方公尺以上 而且是四五層樓 那這個基地呢 它這三個條件都不符合 而且老舊公寓的這個上限 還是以法融的兩倍為上限 如果你已經可以達到一瓶換一瓶了 那你可能就是1.8倍你就停止了 那如果你兩倍之後呢 你還是達不到一瓶換一瓶 你也只能夠接受了 但是我們這個基地也還是達不到 可是呢我們就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連開信義東延的這個計畫 我們其實發案局跟這個檢舉 已經有特別考慮過了 我們現在是以圓融再加上法融的0.5倍 再加上捷運獎勵 那這個的狀況呢 其實都不受到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條件的限制 因為它274它就是納入這個